这几年有研究全球医药产业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不会忽略 大分子药物的快速发展趋势 由于这个大分子药物的分子数量 动辄是小分子药物的几百倍 加上制成是来自于活细胞生产 因此很难比照化学的小分子药物 做出一模一样的学名药 我们看到这个大分子的生物制剂 它的仿效药就被产生成了 称为生物相似药 随着原厂大分子药物进入了 第一波专利到起的高峰 生物相似药也相继切入市场 根据预估 全球生物相似药市场规模 到了2020年将上看300亿美元 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新股 股票代号6541的泰福KY 主要产品就围绕着生物相似药 泰福KY的经营团队来头不小 特别是创办人继执行长赵宇天博士 他还是全球第三大学名药厂 瓦森的创办人 有着生技界四大天王的称号 赵博士希望把30年前 在小分子学名药的成功经验 复制到生物相似药产业 因此结合像是台湾润态集团等的力量 创立了泰福生技 透过曼尼迪杰记者 肖炎强的访问 我们先听听赵博士怎么看待生物相似药的商机 生物相似药是一个新的领域 是因为生物药品在全球越来越多 非常贵 所以各个国家都需要降低药价 能够使得它的预算能够达到它的目标 所以政府都需要减价 需要好的产品 就是安全有效评价的产品 来取代原来的产品 所以这个发展是刚刚才开始没有多久 尤其是美国 是2010年有法律通过以后 合法让生物相似药上市以后 就慢慢看到说虚项已经出来了 美国第一个产品 2015年才经过FDA许可上市 那时候2015年是两年前 它那个法规还不是完全清楚 可是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了 当然每一个产品会不一样 可是法规清楚以后 法律有了 这个市场就开始会走出来 所以现在是生物相似药的前端 前锋在前面开始走 将来会发展 所以这需要一点时间 可是时间到了 就是说发展的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泰富趁这个机会 这个时间赚工生物相似药品 好 确实如赵博士所言 自从欧美相关法案 建区成熟之后 生物相似药已经吸引了不少 国际大厂相继投入 泰富锁定的美国市场 更因为占有全球生物药 过半产值 而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了 在这个部分呢 泰富有哪些竞争利基 选题的策略又是如何 我们请赵博士进一步告诉大家 我30年就开始做小分子的学民药 就看到市场呢 从十几个percent 百分之二十几十几个开始 30年后变成百分之九十的percent 都是学民药 所以是趋向也出来 那生物相似药 也可能会走到同样的趋向 那我们是策略是说 我们要从这个经过FDA的批准的话 就是要它要安全 要有效 然后我们要评价 可是呢 很重要 我们要拿到市场 我们所有的 就是一条龙的策略 就是说我们自己做研发 自己做生产 自己准备做销售 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成本 会比较容易控制 而且我不需要跟别的公司分红 像假如说跟别人合作的话 我要付它权利金 那我自己做R&D 我就不要做权利金 第二个我自己生产 我不用代工公司来替我生产 那它又把一批利润拿走了 同时销售 我不授权给第三家 我自己做 因为我们了解的市场 而且我也有团队 那我们自己来做 那所有的公司呢 就这个动作会比较快 比较灵活 而且我成本的控管比较方便 那我们的利润也比较高 我们选择产品的时候 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专利 专利是法律上实行 所以我们考虑说专利是不是快要到期 因为时间的问题 假如专利是2030年到期 我们不会去太早了 第二个是技术方面 我们有没有技术能力达到 这个产品达到FDA的要求 FDA是美国FDA的要求非常严厉 那非常高的水准 所以我们能达到要求 那我们可以做 假如我们没有把握能够达到的话 这个路会很长 第三个是说 公司有没有这个团队跟资金 做这个生物相似药 因为生物相似药不像是一般小分子的学民药 那个需要的R&D的研发的费用非常低 这个需要很大的资金来做 这个产品因为发展起来非常贵 生物相似药 所以假如说是这个要的市场 是在10亿以下的话 比较会挣扎点考虑 因为产品需要时间 需要投资进去 所以不能太小 大的话大家也会竞争 可是大的话我们也可以竞争 因为我们只要拿非常小的市场就够了 所以我们做产品的时候 看说专利 技术 资金 还有就是说选什么产品 不能太 sales 太低的产品还不能选 从赵博士的谈话当中 可以知道经营团队认为 现在已经是切入生物相似药领域的 适当时机了 泰福的选题也瞄准市场值够大 并且专利已经到期 或是即将到期的产品 那么泰福正在发展的产品当中 目前进度最快的是什么 而这项产品的市场竞争情况 和后续策略又是什么呢 01产品是Amgen的Nupogen 是2013年到期 现在只有一个厂商两年前经过FTA批诊 这三都是产品 目前为止只有一个 我们希望我们是第二第三 可是说就照一般的常规的话 解释说假如我们是第一剂申请药证的话 都需要10到12个月 经过FTA的批诊就可以上市了 Sandos在今年年初说在一年半以后就拿到26%的市场 所以已经很大的市场它拿到了 那我们是第二家的话或第三家 当然我们市场不可能是26% 算了可是我们也会不太小的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大 对我们中小公司是可以的 所以对投资人说我们可以见到 我们能够盈利的时候机会到 就是投资这么久 什么时候回收 这个是有这个产品会给我们第一个机会 就是为什么选这产品 这个原因在 因为专利已经到了 我们能够基础上能够克服一些困难 然后我们可以去拿市场 除了最快明年第一季 有机会申请美国药证的TX01之外 其他产品的进度又是如何呢 我们其他还有三个 全部四个产品 大家要告诉 第一个产品刚刚讲过 第二个产品是准备 刚刚做完临床一期 准备进行临床三期 那希望年底以前也能进入临床三期 那这个产品可能需要九点时间 就是一个产品一个产品会更新 第三个产品是现在进行临床一期中 我们希望年底以前有好消息 那这个临床一期也结束了 完满 完满的结束 那这个产品呢 第三个产品就希望我们2018年 进入临床三期 所以我们这个公司 虽然是台湾的小公司 跟全球比方 可是在明年的话 就有两个产品是临床三期 而除了生物相似药 泰府中长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规划 我们短期是这一年到五年 短期一年到五年是这几个产品 那当然中期的话 就继续生产发展生物相似药 因为很多产品可以说 我们也在考虑长期 等我们的机制公司 这个构造架构完整以后 我们可以考虑跟台湾的公司 新药公司发展 一起合作做新药 那是长期的打算 因为做新药不只研究发展 还要能够制造销售 我们通路打好 然后我们公司去健全 那就可以做新药了 当然除了公司自身的发展 国际的竞争也是不能够忽略的一环 特别像是临近的中国大陆和韩国 这几年也把生物相似药 放在了产业发展重点当中 到底赵博士对这些国家 相关厂商的发展 掌握了哪些重点 中国有中国的市场 那中国的BioSimla 它走到美国 还需要了解美国的市场 所以它还有一段时间 而且美国这个FDA要批准 对于工厂药厂的控管非常注重 所以中国药厂当然可以达到 需要点时间 那韩国那个Samsung和Seltron 它很大 它投资非常大 是一个billion美金 所以投资非常大 它也需要partner 还有它有的伙伴一起做 所以我刚刚就讲 它有伙伴做 它一个厂很大的时候 它成本会比较高 那它还要跟别的公司合作 然后要分红 等到市场成熟的时候 它的压力会很大 因为它的价格没有办法控制 别的公司会比较平价 跟它竞争 它的利润就有它的困难 长期现在看好 可是这个是长期马拉松再跑 还需要时间再看得出来 它好坏 如同赵博士在访问节中所提到的 一家药厂的发展 必须要考虑到自身的资金实力 泰福截至2017年6月为止 账上现金可以支付1.5个营运周期所需要的资金 如果再加上这次成功上市 那么资金就更为充裕了 只是之前原定2017年8月中旬就要上市的时程 因为产业投资气氛是偏向低迷而延后 这次卷土重来 经营团队期望能够用更明确的产品研发 还有商业化进度来争取更多市场的认同 不过业界也关注到了 生物相似药还处在刚萌芽的阶段 后进者的杀价空间不像小分子药物那么的大 而且仿效药也不能够强调完全雷同之下呢 要如何争取医疗人员跟保险机构的高度支持 来加速市占推广 将是各家厂商策略高低所在 感谢你的收看